大家好 我孙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中国的失业大潮 现在的时间点是接近年底 但是有一些中国公司已经提前放年假 并且这些公司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复工 让这些员工重新回来上班 原因又在于很多公司是丢失了大量的订单 没有生意可做 所以也只能提前关门 那么实际上最近这一年 有很多中国公司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和减员 这个当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经济下行造成的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梁家河在这个期间搞内斗 搞死了一系列的行业 那么所以从以上种种情况来看 今年中国的失业人口应该是相当多的 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 他们的依据就是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很低 但是我们坦白来说 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能够代表真实的失业情况吗 我想这个当中是存在差距的 我们就从这个数据和真实情况之间的差距来看一下中国失业的情况 我们现在看一下目前中国大陆裁员减薪的大潮 那在网络上随便搜索一下相关新闻就可以得到很多搜索结果 目前中国内地的大企业比如说字节跳动爱奇艺等等都有大规模的裁员 而且裁员趋势不止一次是连续不断的 那如果我们从长时段来看最近一年中国的有关部门已经是通过一系列的行动 接连搞垮了房产教育培训还有跨境电商等等各个行业 那受到这些影响的相关人员估计至少是超过千万人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裁员潮和失业潮 那实际上我们看从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经济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公司就在不断的消失 根据媒体报道 20年中国第一季度就有超过46万家公司停止营业 而根据中国的央媒新华社旗下的半月潭引述统计数据 2020年1月到11月 中国一共有301万家企业注销了执照 那不难估算 从20年到21年 中国至少是好几百万家企业消失不见 那么由此带来的失业问题 就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那一般来说 失业是由两个方面构成 第一个方面就是过去有工作的人 他由于丢失工作变成失业人口 第二个方面就是新增的就业人口 找不到工作成为待业人口 这两方面情况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整体失业的情况 我们刚刚讲过第一方面 那第二方面也就是新增的就业人口情况如何呢 来看一下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中国大陆高校的应届毕业生数量是一年比一年高 在进入新世纪的开始 高校毕业生人数是一年不到两百万人 可是现在这个数量已经是超过了八百万 每年都有如此众多的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 那这个就业情况和它的竞争强度是可想而知的 那还有一个指标也可以间接的告诉我们 新增就业情况不容乐观 因为每一年中国都会由政府定下一个预期的就业目标 而实际上新增的就业人口往往都会超过这个目标 我们可以看到从09年到现在 政府预期的就业目标和新增的实际就业人口 它们之间差距是不断缩小 那换句话说 过去实际的新增就业人口是会远远超过预计的新增就业人口 但是现在实际的新增就业人口并不会明显超出预期太多 两者基本持平 这个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新增就业人口 他们找工作的情况和前几年相比难度是增加了不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增劳动力在不断累积增多 但是中国经济增速却在不断减低 那市场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是越来越少 那正因如此呢 就业才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那虽然我们从很多方面来审视了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去看官方公布的调查失业率 就会发现中国发布的这个数据是非常讽刺的 城市调查失业率从20年4月以来 直到今天都是在不断下降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是超过6% 现在只有4.9% 当然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 中国真实的失业率肯定是两位数以上 但是具体是多少你很难去进行量化统计 我们只能通过观察整体趋势来推测情况严重的程度 但是现在要搞清楚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调查失业率会那么低 我想其中有几个原因 他们共同造成了中国失业率数据的失真 那首先一个就是在统计方法上 有很多待业者或者是不充分就业的人 都被称为临时工 但这种人呢 是没有被统计在失业人口当中的 而是被统计为灵活就业人口 而根据中国内地的某咨询机构 他们有一个预测 就是整个中国所谓的灵活就业 灵活用工的市场规模 未来会不断增大 预计到2022年 整个灵活用工市场规模会超过1万亿 那这个也就代表说 中国未来企业倒闭裁员的情况 还有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情况 只会持续加重 那换句话说 社会底层的非正规行业会变得越加普及 但是呢 在现在这样一个失业大潮当中 失业问题并不是平均分布的 总是有一些人受失业影响比较多 另外一些人受影响比较少 那谁受影响最多呢 答案就是中国的年轻人 中国的年轻群体 是受失业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 那么我们从现在中国失业结构 年轻化这个趋势当中 能够看出一些什么样的 中国未来的结构性的趋势呢 我们接着往下说 我们来看分不同年纪的调查失业率 在16到24岁人口当中 失业率是明显要高于25到59岁的人口 那25岁以下的年轻人 或者说大学毕业生 在现在的整个就业市场当中 是特别没有竞争力 这个也造成了数据上直观的差距 那产生这个现象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当经济萧条 企业盈利下降的时候 企业是不倾向于大规模招聘的 尤其是他不希望把岗位 派给那些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 因为这样做呢 就代表企业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培养那些毫无工作经验的年轻人 这个培养过程对企业会形成一种消耗 也会产生很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企业为了安全起见 为了稳妥起见 当经济寒冬来临的时候 他们更愿意聘用那些成熟的 有经验的人 所以企业不但不会大规模招聘 反而会进行裁员 只留下那些有经验的 并且是最核心的员工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职场新人的失业率 当然会明显高于那些 有工作经验的人士 而且我们看到 在受雇佣的职场人员当中 收入差距的分化 也是非常明显 不断增大的 尤其是那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 他们是被压榨的主要对象 这种压榨在以后还会加剧 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的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和整体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在不断下降 这个就是职场收入差距增大的标志 换句话说 有很多年轻人的收入 其实是倍平均了 所以现在就面临一个现实问题 这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 再加上那些被企业裁员的中年人 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 他们的未来出路和就业在哪 而且中国这样的一个就业结构 以后会不会改善 还是说一路往下发展 更加糟糕 这个事情的答案 总体来说是很不乐观的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也提到过 中国经济在21年 出口方面算是一枝独秀 创下新高 但出口贸易在明年 也就是22年 是面临着比较明显下行的压力 那主要是因为疫情好转 交通的封锁解除 那国际供应链 又会开始加速的撤离中国 开始逐渐回到疫情前 川普搞贸易战的时期 那种大规模撤离中国的情况 那换言之呢 国际上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 他们对于中国的替代性 会得到加强 那因为疫情 而暂时被封存的替代性 在疫情缓解之后 又会逐渐发挥作用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中国未来出口是堪忧的 我们来看图表 中国出口产业 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就是一些电器设备 等等的装配工作 那这种装配工作 找谁都可以做 在没有疫情阻拦的情况下 迁出中国是毫不费力 那所以呢 从事相关工作的 这些制造业的员工 现在他们是有职业 但是未来 他们又面临一个 没有订单街的情况 这个会造成失业进一步的加剧 那目前中国社会的融资增速 是下降到近一年的新低 那社会融资不忘 就代表经济没有活力 也预示着之后 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那虽然从大方向来看 趋势不容乐观 但是也还是有一些出路和方法的 因为中国的就业格局 有几个特点 你不管是失业也好 还是就业也好 这些失业者或者就业者 他们都住在城市当中 我们来看中国城市就业人员 数量增加的情况 从2000年到2020年 这个城市就业人员 和乡村就业人员 他们呈现一个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 那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涌向城市 那这些人即使因为经济不好而失业 那他们也不会回到农村 一旦失业潮来临 这些人就会马上变成城市里的无业游民 或者说灵活就业人员 那城市的闲杂人等越来越多 这些人呢 就面临他要吃饭 要挣钱的需求 但是呢 正规的公司也没法聘用他们 所以非正规的市场 这个时候就会发挥重要作用 再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就业再培训 把这些下岗人员 把这些失业人员 进行一些成人的职业培训 让他们找到一些新的岗位 这个也是一个发展方向 那虽然对于中国的职业培训行业来说 目前好像是一个割韭菜的红利期 但是也要看到 现在培训业是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格监管 你如果没有一些背景 没有人脉的话 是不可能在这个行业里面创业的 而非常显然 那些大部分的灵活就业人口 他们并不是有关系 有门路的人 所以呢 大部分人最后还是会走向非正规行业 这个非正规行业 大致有以下几个方向 那第一个就是屌丝文化的方向 比如说网络上的直播 那现在网络直播非常火 它的火爆背后 其实是和人口失业有直接关系的 这种网络上的屌丝文化 就是一种非常银河底层的低俗的文化 它的本质上呢 就是卖辅卖萌 搞笑或者是打色情的擦边球 那根据中国某智库的统计 由网络平台构成的这个圈层 在2020年一共产生的就业机会 3684万个 从19到20年 一共有2000万人通过抖音平台 获得了直播收入 那这个统计数据呢 还只是冰山一角 虽然整体来看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非正规产业 但是它随时可能被政府扫黄打飞给打掉 所以也具有很高的风险性 那么第二条道路是从事一些服务行业的短工 比如说去餐厅端盘子 去店里卖衣服 或者是帮人按摩 帮人修脚 这种混一天算一天的工作会大量增加 那这些工作呢 在中国通通被称为第三产业 所以也不算失业 属于服务行业 那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一个大趋势就是做安保工作 因为未来中国的基层是一种无序混乱的状态 大量人员没有固定工作 政府收入也急速减少 那政府要维持地方社会不乱 他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安保人员去执法 所以政府呢 只能把执法权外包给那些安保公司 那些打手公司 让这些打手去帮助他们执法 比如说去帮政府收保护费 去帮政府强拆 去帮政府整治那些不听话的群众 那这些工作的人呢 通通称为血仇收割者 他们就是给权力和暴力打短工 所以我们盘点一下 大概民间底层的在就业 那年轻人是没有太多选择 假如你是一个女人 你没有任何人际关系 也没有学历 但是颇有姿色 那估计你应该会进入到网络直播行业 靠低俗娱乐挣钱 那如果是一个年轻男性 也是没有关系 没有学历 但是身体好 擅长打架斗殴 那么他可以去尝试加入安保公司 做一个血仇的收割者 年轻男性做血仇收割者 年轻女性做低俗收割者 这个就是中国年轻人未来的前途 总而言之呢 目前中国的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 就是一个坑害年轻人 收割年轻人的结构 那如果年轻人以上这些事都不想干 那他还有一条路 就是去参军 待遇是不错 但是也有很大机会成为前线炮灰 那大概所有的路就摆在眼前了 所以综合来看 中国的整个社会已经准备好 以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来大肆的收割年轻人 那这个行为就等于是亲自的毁掉社会未来的希望 所以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中国这个社会未来是没有希望的 从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来看 这是一个必然走向灾难和毁灭的社会 但是呢 我们也必须要提一提灾难和毁灭 绝对不会一步到位 而是小碎步前进 分阶段前进 我们要看这个时间线上 从中美冲突到经济脱钩 然后到中国经济下滑 之后再到社会内部不断恶化 然后是社会的下层互相伤害 高层互相内斗 最后是引发社会动乱 引发热战 那这一条时间线大致正确 但是它发展的进度并不是一朝一夕 而是分阶段的 那从经济下滑到社会动乱之间 还存在一个小的阶段 那就是就业全面内卷的阶段 所谓全面内卷 就是说再就业和非正规就业 它的规模会大量扩张 这个也就是一种全民都做临时工 全民都混日子的状态 那么这个所谓的就业内卷 其实就是某一些人口中所谓的苦日子 虽然现在中国的现状 决定了我们未来的日子 是一天不如一天 一年不如一年 但是这个苦日子 其实是值得怀念的 那么虽然在这个期间是过的苦日子 但是起码生命安全有保障 生活还勉强能过得下去 但之后苦日子结束之后 就是每一日子可以过 到那个时候 真的是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 那个时候就是大清算 大动乱的开始 所以大家要珍惜现在的苦日子 好 今天就说这些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